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碳雷器才使用 当地时间7月6日 在中国第17批 富黎巴嫩维和扫雷作业点 中国维和刮兵迎来一群特殊的学生 法国战斗工兵分队 彼此了解到 此次参观学习 是因法国战斗工兵分队请求主之道 主要围绕实地作业 装备讲解 经验分享等内容进行教学交流 是在增进养军了解 讲述我中国军队 在扫雷排泡过程中的经验做法 加强两支分队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合作 利益边境蓝线雷场 法国士兵体验碳雷器使用 当天 中国维和部队派出30余名官兵 以扫雷为主席 组织了装备静态展示 做一轮程授课 碳雷器调试 信号员定位的科目演示 同时中国扫雷官兵还结合雷场实际 在安全区域模拟重现 雷场固执 为法国官兵进行现地讲说和实地演示 利益边境蓝线雷场 扫雷监督员为法国官兵 介绍雷场现地情况 你们很专业 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们很荣幸能来到这里 学习了解你们的工作和经验 今天的活动很成功 非常感谢你们 法国助理巴兰战斗工兵分队阿拉托尔 对中国扫雷官兵精彩的讲解和精湛的技能感到由衷佩服 李以彦 静蓝线雷场 作业手正在为法国官兵讲解雷场超时 随后 不少法国士兵主动要求穿上防护服 体验扫雷器材 尝试中国式扫雷操作的高效便捷与安全 活动尾声 两军还以信号员标定为内容 组织冷静赛对抗 让现场七分增添了几分活跃 李以彦静蓝线雷场 作业手正在为法国官兵讲解雷场超时 组织这种国际性的参观教学活动 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专业优势和技术特长 为后续如何运用优势 更好完成任务打下基础 活动结束后担任教学演讲的扫雷排长张磊 告诉记者通过和外人的交流 也让我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军队在南离地区 执行扫雷排报任务的认可 这让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 最了解第17批副林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 在部署任务区后 近八个工作日 全员通过联合国扫雷 排报两项资讯